近日,新加坡科技巨头Grab控股公司宣布收购 中国人工智能机器人解决方案 开发商InferMove的消息 在亚洲物流科技领域引发广泛关注 Grab明确表示 此次收购核心目标是强化配送业务 最先一公里与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能力 而这一动作背后 不仅折射出物流行业长期存在的核心痛点 更暗藏着新加坡依托技术整合 重塑亚洲物流格局的深层布局 要理解这一布局的战略意义 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为何 最先一公里,最后一公里 会成为物流行业成本最高,技术最难的环节 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 最先一公里是指货物从生产基地 仓库出库后抵达中转枢纽的初始环节 最后一公里 则是从末端配送点到消费者手中的最终环节 这两个环节看似距离最短 却占据了物流总成本的绝大部分 据马士基集团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 仅最后一公里 就占据了供应链总运输成本的53% 成本高企的核心原因在于这 两个环节的运营模式高度分散 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需要面对高频次小批量的配送需求 同时还要应对复杂的场景挑战 比如在城市中 老旧小区缺乏电梯狭窄 接到通行受限 快递员日均爬楼次数可达300余次 而在农村地区分散的收件点 让单件配送 成本达到城市的3倍以上 再加上用户临时变更地址 要求代收等突发情况 导致二次配送占比高达15% 额外增加大量成本 技术层面的难点则在于 这些场景的非结构化特征 传统物流技术难以适配 动态变化的环境 无论是机器人的路径规划障碍物躲避 还是进入建筑物后 乘坐电梯精准定位 都需要强大的AI算法 和真实场景数据支撑 这也是为何众多企业在这儿 亦领域迟迟难以突破的关键 既然最先一公里 最后一公里 但技术突破如此关键 Grab作为东南亚出行和配送领域的龙头企业 为何选择收购而非自主研发 答案其实藏在行业竞争节奏 技术研发规律和成本控制的多重考量中 从行业趋势来看 物流机器人市场正处于快速扩张期 全球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4年的145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350亿美元 谁能率先突破技术瓶颈强占市场 谁就能掌握竞争主动权 自主研发不仅需要投入巨额资金 还需要漫长的技术积累周期 而通过收购可以直接获取 成熟的技术和商业化能力实现弯道超车 更重要的是InferMove拥有Grab急需的核心优势 经过市场验证的技术方案和海量真实场景数据 InferMove的骑手影子系统通过重包方式 采集人类骑手在真实城市环境中的决策数据 完美解决了行业普遍面临 敌真实物理场景数据稀缺采集成本高昂的难题 其开发的Carry系列配送机器人已实现 门到门全链条配送按时履约率达到98.5% 甚至实现了单车盈亏平衡 这样的商业化成果是自主 研发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的 从成本角度看 Grab近年来正面临人力成本攀升的压力 在印尼等核心市场还曾因 用金政策引发大规模司机罢工 人力配送的稳定性和成本 可控性已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 而InferMove的机器人 解决方案恰好能缓解这一压力 此外 中国在AI机器人领域的产业 优势也是Grab选择收购的重要原因 InferMove创始团队来自Waymo 谷歌等顶尖科技公司在硬件设计传感器融合和 供应链管理方面拥有深厚积累 其产品已于美团 京东达达等中国主流平台合作 具备成熟的商业化落地经验 这种中国技术加新加坡平台的组合 能快速形成协同效应 远比Grab从零开始自主研发高效得多 Grab的这一收购动作 看似是企业层面的商业决策 实则是新加坡发挥亚洲物流科技 指挥中枢角色的重要一步 这个城市国家已连续多年被 世界银行评为亚洲最佳物流枢纽 其独特的优势不仅在于地理位置 更在于完善的基础设施 开放的政策环境和强大的技术整合能力 在政策与技术生态层面 新加坡政府对AI技术的扶持力度位居亚洲前列 57%的本地组织将AI adoption列为优先事项 政府还通过企业计算计划 提供1.5亿新元资金支持 为物流科技创新提供了肥沃土壤 更关键的是新加坡已成为全球 顶尖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聚集地 全球前25大物流企业均在此开展业务 DHL、Shenker等巨头纷纷 将区域或全球总部设立于此 形成了完善的物流创新生态系统 Grab选择以新加坡为基地 开发InferMove的技术方案 正式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优势 既能依托 新加坡的物流基础设施快速落地技术 又能借助其全球网络将解决方案输出 至整个亚洲市场 这种技术引进 本地整合全球输出的模式 正是新加坡作为物流科技 指挥中枢的核心运作逻辑 通过整合全球优质技术资源 结合自身的网络和生态优势 为亚洲物流行业提供高效解决方案 进而巩固其在区域物流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从海港到街巷 从国际货运到外卖披萨 一个由数据算法和机器人构成的智能物流网络 正在新加坡成型 新加坡正在用技术整合的方式重塑亚洲 最后一公里乃至整个物流体系的运作规则 那么你认为未来亚洲物流行业还会 出现哪些新的技术变革和格局调整 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记得点赞转发并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